再看到是台灣大小市 在高雄古山區 明華路的海鮮燒烤一條街 在深夜11點多 好遊客喝了酒 跑到海產店外頭放煙火 有路人好心勸阻 說會被開罰 結果就這麼一句話 被十多名的罪患痛扁一段 連衣服都被扯破 警方互報之後 在現場打算罪患 已經離開 被打路人表示不提告 但現在警方還是根據了 監視器的畫面通知 動手罪案 當然說明 深夜11點多 海產店人潮大爆滿 家門前不方便烤肉 就來吃海鮮燒烤 台岡聊天 吃爆飯後 興致一來 酒客大火人到路邊放煙火 路人看到過來 自指認為附近是住宅區 不能放煙火 跟酒客爆發口角 一言不合 十多名酒客把路人團團包圍 接著開始動手 拉衣服扯頭髮 一記右勾拳 路人被打得東倒西歪 酒客繼續一路追著打 路人不管怎麼躲都跑不掉 後來附近有人看不過去 來勸架 但路人又被一記右鍋拳 打到頭昏 眼花戰鬥戰不穩 別欺臉腫衣服被扯壞 撞到桌子 嚇到其他客人立刻跳起來 衝突地點發生在高雄市古山區明華路 海間燒烤一條街 酒客因為想放煙火被制止 竟然揮拳痛歐人 警方到場全部人已經鳥獸散 只剩下無辜被打的路人蹲在路邊 當事人表示不提告 被打的路人不提告 但警方還是根據監視器畫面 通知動手的酒客檔案說明 之後以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記得見識中王書宏高什麼道 台北事情大破獲了一個 鄰骨塔詐騙集團 37歲的王姓男子跟同伙 鎖定手上有鄰骨塔位的民眾 匡聲說手上有其他塔位 遊說被害人可以購買之後 大量轉賣 藉由抵押房產 借貸等等手法 來榨乾投資客 被害人並不全台 不罰鎖得上千萬元 警方最近是兵分度執行搜索 查獲了王姓祖賢等8個人到案 訊後依照組織罪 還有等罪賢來移送 市令地檢署偵辦 再來看到一樣是拿錢投資 現在是被施暴開槍 一名25歲的 25歲的室內設計師 他拿了30萬元 他要來投資一個潮牌的服飾 但是錢給了 結果就沒有下路 他就跟朋友來抱怨說給了錢 沒想到這個消息傳到對方之後 就把他找到汽車旅館 並且痛打一頓 哈囉 不好意思 林檢 警方進到汽車旅館房內 說是林檢其實是要去救人 遠景直奔二樓 看到一名裸著上身的男子 他被人毆打淋虐 大腿還被開了一槍 胸部以及大腿 有那個錯傷以及頓傷 那另外在大腿有兩公分的交加 警方調查被害男子 是25歲的林姓室內設計師 他拿出30萬元 向陳姓男子投資潮牌服飾 事情不只沒下文 陳姓男子還把他找到汽車旅館 假借協商之名 逼迫他交付剩下的20萬元 投資尾款 他拒絕對方一行欺人 就痛毆他並對他開槍 朋友在外等待發覺有意 趕快報警 陳姓男子爆打投資人 擁槍持毒 被依妨害自由恐嚇取材 和毒品等罪嫌送辦 設計師投資被騙錢 反遭殴打開槍 飽受驚嚇 記者陳廣睿 王世涵 台中採訪報導 在疫情期間 大家可能不能夠出門 或是不想出門 你就在網路上買東西 但是要慎選賣家 台北市警方經過了報案 追查網拍詐欺犯 一查發覺 他被三個地檢署同時通緝 而且還有議員 特別發布通緝要來找人 鎖定行蹤在旅館找人 刑警包圍台北大安區 這處旅館門口 示意開門準備抓人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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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打開門鎖 刑犯還企圖堵上門反抗 不理警方人數優勢 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北市萬華分局警方獲報 有民眾上網在臉書購買手機 給對方4310元 還有兩支舊手機 對方用話術說服他先付錢 還能有折扣 犯嫌提議 若提供照護提領款項 將可享有折扣 後被害人提供帳戶後 驚覺受騙報案 被害民眾遲遲沒達到商品 遭到對方封鎖 報案之後才發現 對方是詐欺慣犯 不僅遭到台北新北等 三個地點署通緝無期案件 連台北市議員也接獲陳情 據名列出他在臉書上 詐騙封鎖手法 自行發布通緝令 警方鎖定相關車牌 掌握嫌犯動向 在大安區旅館破門抓人 還起貨16包毒品 咖啡包等髒證物 警方也提醒民眾 網路購物慎選管道 注意信用評價 避免受騙上當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